大家好 我是老蕭 我們這次跟扶乘汽車有舉辦一個活動 就是夏日健檢車主回娘家的活動 我們的活動時間在這邊 那麼我們夏天到底有什麼東西要好好的檢查呢 老蕭來解釋給各位聽喔 我們夏天會出去玩嘛 所以我們的輪胎一定要檢查 我們要看看輪胎有沒有老化 因為如果我們輪胎老化 然後夏天的天氣比較熱呢 你可能開開它會爆胎 或者我們的胎文不夠 如果遇到雨季或者颱風天 哇這個時候我們車子的穩定度就會不夠 所以輪胎是我們的重點 再來呢就是我們的冷卻系統 冷卻系統是非常重要的 你想想看如果我們出去玩 開到一半的時候結果水箱破了 這個時候車子一直冒煙 那是多少性的一件事 所以冷卻系統也是我們的檢查重點之一 再來就是我們的冷氣 出去玩一定要涼涼的 你想想看夏天 如果沒有冷氣 這是多痛苦的一件事啊 那麼我們這次的夏日健檢呢 這三項的檢測完全是免費的 只要你跟老蕭曾經買過車的朋友 都可以跟老蕭的店來報名 我們免費幫你做檢查 趕快回娘家吧